斗數裡面有很重要的觀念就是 各個星藥之間 如果放在同工 或者是放在對拱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去看說 這兩顆星它彼此之間的強勢程度 好 大家好 我們來講那個每一顆星 它在那個本命盤的夫妻宮上面 它如果碰到四話的時候 它會代表什麼樣的意思 這個系列我們來到天涼星了 之前講過了天涼跟天通 那天涼星的組合裡面 有同梁同工或是對工的 然後又有積良同工或是對工的 積良同工的時候是天積為主 那我們在天積星的時候講過了 那剩下最後一組是陽梁同工跟陽梁對工的 雖然說陽梁同工算是以太陽為主 所以我們這次主要是在 天涼在夫妻宮而對面是太陽的這一組 這陽梁的話會在這個位置 對面會是空工 那當然它也有可能會對過來 對工的話 天涼會在這邊 然後太陽會在這裡 還有可能它會顛倒過來 斗數裡面很重要的觀念就是 各個星藥之間 如果放在同工 或者是放在對工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去看說 這兩顆星 它彼此之間的 強勢程度 工位內的星藥 它如果是比較強勢的 那這個工位就會是一個強勢的工位 然後會相對去影響到旁邊的工位 或者是對面的工位 那同樣的如果這個星藥 是比較強勢的星藥 跟它同工或是對工的星藥 也會受它的影響 但是這個所謂的強勢的這種概念 你可以去用它是一個能量比較強大的人 去看它或者是說 是一個比較有影響力的去看它 但並不表示說 其他的星藥就是沒有影響力的 就好像我們在群體中 我們會發現有一些人 他就是不管他是不是書念得比較好 不管他是比較有錢 不管他是比較漂亮 他在群體裡面就是容易被人家看得到他 這種就是所謂 他比較能夠展現出他的個人的能量出來 或者是說 有一些人聰明漂亮功課很好 就世俗觀念上 他的條件是很不錯的 可是在群體之間 他就是比較不會被人家看到 那這個他性格上他會比較低調一點 那在星藥上面其實也有這樣的特質存在 譬如說天童跟七煞 就字面上來看 你都會知道說 七煞應該會是比較強勢的 有力量的 那天童不是說他沒有力量 他是一個不與人計較的星藥 他會相對的 在一般人來講 他就是比較內斂一點的 基本上會用這樣去做判斷 然後還要再加上 每一顆星藥是不是有拿到他所擁有的東西 如果說七煞 那他跟破君比呢 因為殺破人他們是在一起的 那七煞跟破君比是不是感覺上 兩個都是一個比較會引人注目的 或比較會有能量的一個星藥 可是呢 這個七煞帶了星藥 這個破君呢 什麼東西都沒有帶到 那這個時候七煞帶星藥這個 就會印象力會比較大 所以斗數上呢 有這樣子重要的概念存在 當我們在看太陽跟天涼的時候呢 這時候我們就要去注意到說 太陽啊 太陽的重點是什麼 看他有沒有放在他很旺盛的位置 那太陽的旺盛跟弱呢 其實就取決在說太陽星啊 他的滅亡弱線位 那其實滅亡弱線 那個我們之前有影片有文章 大家可以看哦 從影開始 影卯成四五位 這六個位置的太陽都算是旺的 身有蓄害之醜 這六個位置太陽都算是弱的 能量比較強的時候呢 他的影響力就會比較大 所以這個時候呢 天涼星就會大幅度的去受他的影響 但是如果太陽他在弱線位的時候呢 這時候天涼星啊 他的影響力就會比較大 他的跡象就會比較明顯 當陽涼同工在這一組上面的時候呢 很明顯的太陽是為主 天涼為父 本命腹肌功叫做我喜歡的類型 我在感情裡面 所想要扮演的角色 所以當陽涼在這裡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講說啊 我喜歡啊 領導型的人 然後我喜歡是在 專業上面呢 會有一定的名望跟地位的人 因為太陽化氣為貴嘛 而且呢 天涼來幫助他 這個人呢 最好要有愛心啊 又能夠照顧人家 個性要成熟啊 最好啊 他的專業還要是跟那種 什麼教育的啊 心性靈的 或者是醫療方面有關係的人 我會喜歡這樣子的人 然後我也會在感情中間呢 我希望他要這樣子對待我 然後我也會這樣對待他 那小缺點就是 那到底誰要當太陽 那就很麻煩 好處是 彼此會願意為了對方做很多的付出 如果你們結婚了 他會願意為了你去負擔 那個家計啦 去照顧家庭啊這樣子 順便照顧你們家的父母 孝順 這是他基本的邏輯 基本邏輯 但是呢 這邊呢 因為太陽是萬威對不對 然後對面是空公 有常見看我們節目就知道 空公 有六顆星放在這裡面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借過來 陀螺青陽 火星零星 然後舞曲文昌 如果這上面 這上面當然不會出現陀螺 那不會出現陀螺 可是你會有青陽 火星零星跟文昌文曲對不對 如果放這些星藥在裡面 他不能夠搬過來的話 他會單純的去做他的太陽 然後呢 他就會出現有那種 他自己想要當太陽 在感情中間 他想要當 兩個人中間那顆太陽的問題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難免就會比較容易 會有這種 爭執的 情況 男生還好 男生因為你很容易找到 溫柔乖順的女生 反正女人大部分 從小到大就被人家教了說 你要溫柔乖順 那那個 不管現在社會有多進步 最後人家還是告訴你說 女生不要那麼有意見 被壓制的很好 所以 男生還好 那女生的話呢 問題就比較大一點 不管 那個男人 他是不是有能力 很有自己的主見 社會上的人都會告訴他說 男人就是要有主見 你老婆怎麼可以這樣管你呢 你老婆只要這樣管你的話 你就是個沒有用的男人 他周圍的人也會這樣跟他講 所以 容易會有點小小的摩擦 再加上 如果他不能夠借過來 不能夠借過來 放在這邊的 要不就是蒼群 只要他一化劑 就開始有視覺跟情感的問題 第二個 要不就是情陽 要不就是火星 這看起來就是 為了我要當 太陽而要拿刀 對付你 或者是脾氣火爆 那零星呢 好好的謀略 讓你怎麼會乖乖的聽話 那如果沒有呢 這個會一借過來之後 很巧妙的 太陽到這邊是不是弱線 當太陽在那邊弱線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 雖然我希望你照著我的意思走 可是呢 我就像是一顆陰天的太陽一樣 我給你光明 但是呢 不給你炎熱 給你光亮 劈應你 但是呢不會讓你覺得 熱的要死 需要開冷氣 或需要打陽散 才是像一顆陰天的太陽 那這個時候呢 這顆天良心啊 就會發揮出來更多的效果 因為那種願意照顧你體貼 然後成熟的這種態度呢 就會相得益彰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像成說 這邊呢 就像是一個活力旺盛的老公 要告訴你說 你要這樣子哦 你不能這樣子哦 你不能怎麼樣哦 這邊呢 像是一個啊 溫柔的 阿公 好好的勸他乖乖的孫子 相對就會好很多 他如果空公 他可以借過來 會有這樣的特質 如果他沒有的話呢 放在這邊的星藥 又很容易去 引發他會這樣的強勢度 會有這些問題存在 那當然他如果是顛倒過來 他骨子裡面呢 想要當個溫柔的阿公 可是呢 借過來之後呢 他又希望啊 你在表面上跟檯面上 你其實可以認真的尊重他 他如果放在這邊 而借過來 空公借過來 空公借過來啊 會稍微 還是有一點點小小的 容易兩個人會有紛爭 那如果說不能借呢 不能借的時候 這邊也是放晴陽嘛 放火星 放菱星嘛 一樣的 會有這種哦 希望對方照自己的意識走 你工作就這麼辛苦 你不能早點睡 你那個不要喝這麼多酒 會因為這樣吵架 如果再加上四化呢 太陽跟天涼啊 都會有什麼四化 太陽會化露 化拳 化季 天涼呢 會化露 化拳 化科 這種哦 要照顧人家的 希望人家照他的意識走的哦 關心的過頭就是控制 拼音的過頭呢 就是前置 所以呢 不要讓他化圈 在夫妻跟我裡面化圈的時候 其實都有這種 為了希望對方好 然後過度的 想要對方能夠照他的意識 那第二個呢 化露呢 化露 基本上都是還不錯的 即便你是要他聽你的話 如果太陽化露的話 你總是會用一個 他比較能夠接受的方式 那天涼化露呢 天涼化露 基本上就是一個無緣無悔的付出嘛 盡量的滿足他需要 好像那個小朋友跟阿公要東西有沒有 不管你跟阿公要什麼 阿公都盡量滿足你對不對 化露的狀況 兩個其上的狀況都還不錯 還有什麼呢 化劑的 化劑的情況 會比化圈稍微糟糕一點 他實際上他可能沒有辦法做到太陽星 真正能夠保護你的樣子 但是他又希望能夠做到 他自己會有這種 心有餘而力不足 然後呢 你又覺得他做得不夠好的狀況 如果是化科呢 天涼化科呢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阿 他也是無緣無悔的付出啦 只是說他不像天涼化露一樣 真的打從心裡面呢 去滿足你的需求 化科比較像是 關心啦 這種沒有實質的好處的這種的 對你的善意 因為他是化科嘛 是比較浮面一點 表面一點的 夫妻說 如果有化權的人啊 做洋涼 碰到太陽化權或天涼化權 都要去注意到 自己會不會做得過頭關心過多 反而得到反效果 那如果你是化露的話呢 坦白說都還不錯 不管你是扮演太陽角色 還是天涼的角色 甚至即便你看他是萬味 其實做得也不會太差 那如果是化技 就需要擔心說 也許你在感情裡面啊 你可能太容易去扮演了 想要主導 然後這個會比化權會更嚴重一點 那如果是天涼化科的話呢 你自己在挑選對象的時候啊 可能會比較偏向說 他真的就是要是一個很不錯的人 從品格學歷工作能力上面 自己在感情面扮演的角色呢 化露的這一批也都會是 比較會願意對象付出的 化技跟化科的呢 化科的往往你做了 你人家會覺得說你做的不夠 那化技的呢 你做了人家會覺得他不需要 那如果是對拱的這一組呢 我們其實今天主要是要講這一組 對不對 對拱的這一組的話 主要的還是看這顆太陽星 有沒有去影響他 我如果夫妻工作天涼 不管我是化露 化權或者是化科 這個時候呢 他如果在五的這個位置 因為太陽在對面 太陽在這邊是弱線位 所以這顆太陽啊 夫妻公的對攻 任何工位的對攻嘛 都是我展現出來的樣子嘛 我在後面展現出來 就是我在情感裡面呢 我希望啊 要得到尊重 我希望呢 在情感裡面 大家要聽我的 為什麼呢 因為啊 我會願意為你 無怨無苦的付出化露 因為呢 我啊 會幫你做很多的事情 做好很多的打算 而且呢 你要聽我的 因為化圈 因為啊 我會給你啊 你所需要的東西關心照顧 然後會希望你因為我 而覺得 光榮滿足 那我做了這些事情之後呢 我會希望啊 你幫我當太陽一樣 而這個太陽是弱線位 所以呢 我雖然我希望你在感情裡 幫我當太陽 其實指的就是說 感情裡面呢 以我為重心 我們大家都繞著太陽跑嘛 對不對 你要以我為重心 可是 我希望你以我為重心的這件事情 我又不會去要求的很多 我會去一定要非常非常的 一切以我為主 因為我是弱線位的 同樣這樣的狀況呢 如果他是顛倒過來 太陽在我的這個位置 天良在這邊的話 就會變成是 我在情感上面的付出 我在情感上面為你做的事情 我呢 那個在情感上面啊 為你打點的一切 包含在情感裡面 我要挑選的人 個性成熟 然後事業比較有地位的人 我要挑選一個 在事業上面有權利的人 然後有名望的人 這些種種種種的 不管是花鹿、花鹹、花科 因為我是旺盛的太陽嘛 天上最亮的一顆星 我都希望讓人家覺得 我挑到一個很好的對象 或者是 我要讓大家知道說 我在感情裡面 我的對象是挺我的的 而且是大家都知道的 這組的組合呢 他會去為了他的感情 做很多的付出跟努力 可是他最大的風險是啊 他的付出跟努力 他會希望 能夠得到在情感中間呢 那個有主導權的人 然後他會希望他所選的人呢 客觀價值上面 是大家都覺得很不錯的 但是我們會曉得說 感情這件事情啊 其實是不能夠 拿來這樣子衡量的 今天並不是 你付出多少 你就必須要等同要求 對方回報多少 感情他從來就不是 這種公平的事情 他一向呢 就不是一個 我要賺多少 你要賺多少 然後他也不是一個 可以被要求說啊 我一定要在情感裡面呢 一定要擁有什麼地位的人 那不可否認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社會上的環境 男生在要求這件事情容易 女生在要求這件事情困難 那男生要求這件事情 加上他又是有足夠的能力去付出 有足夠的能力去選擇的時候呢 這個狀況其實是很不錯的 如果沒有的時候呢 如果沒有的時候啊 當然就容易會出問題 而女生呢 在這個盤上面呢 其實很特別的一件事情就是啊 因為社會環境的關係 所以當女人 就對男人做這樣要求的時候 我剛開始看你 覺得你是個很有能力的人啊 你是那個大學教授啊 然後那個 而且是醫學院教授啊 怎麼回事那個在一起之後呢 你變成這麼的無能諾諾 跟那個智障 那這個時候 因為你的這種太陽跟天良的特質 猶然而生的你就會覺得 那既然你沒有辦法 把在感情裡面 把這些事情做好 那既然我覺得 你在事業上做的不夠好 那慢慢的女生就會覺得說 那我來啊 那你要聽我的啊 可是這個其實就會為 感情中間呢 那個有分裂 不管是男生外語 或者是女生去外語 會埋下了一個很長遠的因子 你去想一件事情 今天我夫妻工作太陽的人 或者是我夫妻工作天良 對公是太陽的人 這個呢 他在情感上面 勢必他有比較成熟的想法 他希望在情感上要有些主導權 所以當他覺得感情上面呢 他不再被人家尊重 他不再被人家當成是一個成熟的個體的時候 當然他就很有機會當運線走到嘛 他就有機會 那沒關係啊 你不把我 那個好好看待 你不尊重我 你不給我我所需要的 那我覺得 我也沒有必要依靠著你 因為我畢竟要不就是太陽 我要不就是天亮吧 我也不這個小朋友需要去依靠我的另外一半 那我可以再去照一個 所以這組很特別的是 他是少數這兩顆星都不是桃花星 主星本身不是桃花星 但是卻有可能在情感上面去外遇的潛在的分子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相對在情感上面是比較獨立的 所以這邊找不到 那他覺得他的情感是應該可以獨立自出的 那他可以去照別人 所以當他運線有桃花進來 或者是說本命盤上面三方式陣 有其他小的桃花星進來 而又遇到煞氣的時候就容易出現這樣的狀況 但是不可否認這一組在好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一個在情感上面 相對比較容易走的長久的一個祝賀 畢竟他這兩顆星 不管是哪一顆 都是那種復出型的星耀 即便是畫技 他其實是覺得他自己做的不夠好 他都是復出型的星耀 所以你只要在情感上面多聽他的話 然後多給他一點尊重 這種人基本上就很好搞定 以上呢 這個是太陽天亮 這一個組合 在夫妻公如果我們碰到四話的時候 本命夫妻公 我們要怎麼去看待這個人 他的感情的基本態度 那怎麼好好對付他 天亮在這邊 太陽在這邊的 女生喔 女生喔 只要啊 一直跟他說 老婆你好棒喔 你超讚的啦 我沒有你 會死啦 我沒有你該怎麼辦 他就會很努力的 賺錢養家拖地掃地 處理好所有的事情 對 你只要在旁邊 一直稱讚他一直稱讚他 喔喔喔 水水 喔 讚 對 他就會做給他死 那不是很好嗎 小男人偶爾當當 享受大女人對你的疼愛 好謝謝大家